来老铁,在家煮这个茶叶蛋呢,也是有小窍门的 今天我就把这小窍门分享给大家 希望您看完我这视频也能学会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首先呢,咱们准备一窝笨鸡蛋,给它清洗干净 凉水下入锅中 再加入半勺老抽,给它调下颜色 煮这个茶叶蛋呢,咱们放一个卤肉料包 这个卤肉料包呢,不光能卤肉 做茶叶蛋呢,也是一绝 再加入适量的红茶,放入几粒冰糖 再放入少许的生抽蚝油提鲜 煮茶叶蛋的时候呢,我们加点可乐 可以提色又提味 最后呢,再放入适量的精盐 大火烧开以后,咱们给它扣盖,先煮五分钟 接下来呢,这一步很重要 鸡蛋煮五分钟,咱们给它捞出 用勺子呢,敲碎外面的蛋壳 这样呢,煮出了那些柴蛋,颜色好看 而且呢,还特别的入味 全部敲碎以后呢,扣红锅盖,再给它煮十分钟 最后呢,再给它关火,泡红半个小时 更加的入味 家里面看看,茶叶蛋就做好了 你能吃几个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